台湾本土美女主持人,被富豪骗去生儿子后惨遭抛弃,为抚养儿子一年接300个通告,32岁变成了这样。 娱乐圈很多女星都有一个豪门梦,嫁入豪门的人似乎只有少数一些看起来幸福的,大多都是在抢颜欢笑罢了。 更可怜的是很多生了孩子都还未能嫁入豪门,比如吴佩慈、梁洛诗等等。 还有一个比吴佩慈,梁洛诗更加励志的人,她就是韦汝,台湾知名主持人。 她与富豪张刚为有过一段恋情,陷入爱情的她在未婚的情况下为她生了一个儿子。 但是万万没想到神丸就被男友不理不睬并出轨他人,只承诺每个月给予一点的抚养费。 给予的抚养费根本不够开销,她为了抚养儿子疯狂地接通告。 一年都有300个通告等着她,投入工作的她也变得越来越优秀。 真的是越努力越美丽,韦汝现在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 穿搭也是越来越时尚,成为了时尚达人了。 32岁的韦汝看起来像小姑娘一样,靠自己依然可以把孩子抚养得很好,这才是最有魅力的女人。 沈维鲁。 沈维鲁参与2007年台北电脑应用展。 女艺人。 本名。 沈维鲁。 英文名。 Rachel。 沈,昵称。 维鲁,小天使,女版沈玉琳。 国籍。 中华民国。 出生。 1985年11月30日,32岁。 台湾新北市。 职业。 演员。 节目主持人。 语言。 国语。 英语。 教育程度。 淡江大学英文学系学士。 配偶。 张刚为。 2010年结婚,台湾未登记。 儿女。 姨子。 出到地点。 台湾。 出到日期。 2002年,16年前。 活跃年代。 2002年至今。 网络电影资料库,IMDB,资讯。 奖项显示。 奖项显示。 沈韦汝,1985年11月30日,一名韦汝,出生于台湾桃园市,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学系。 台湾女艺人,在主持、演戏、广告各方面皆活跃。 参考来源。 参考来源。